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铁定发大财,七月一到,这六,各生肖缺什么都不会缺钱,正财多,横财望贵人来,睁眼闭眼都是钞票,坐享荣华富贵,财狗使运,横财连发,大奖众不停,开门接财神,富贵自来,七月就是发财月。 一起来听,七月迎来炎热的天气,在这样的一个时光之中,每个人都会有新的变化,求职顺利,事业正红,财运当头,也都会让人信心百倍,迎接更理想的好人生。 而今天说到的,六,各生肖,他们在今年的七月,将迎接更好的状态,而且迎接更好的运气,不管是求职,还是做生意都格外地顺手,能让自己的生活发生重大转变。 七月财运亨通,运势冲天,重大奖,发横财,打富特富,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谁,肯定有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在其中。 请把福气,财气好运气接走。 一,生肖猪,我们生肖属猪的朋友,不会背后对人搞小动作,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生肖属猪的朋友,事业心强,工作努力,未来,五,年他们财运最好,比飞黄腾达。 到了七月,生肖属猪的人运是大洗牌,定能成就不费家业,招财俱财也变得更容易。 贵人的出现,为他们指明了道路,有望在工作之余开创副业。 在这段时间,不要抱怨工作的压力大,努力地做好工作,后面将会前途一片光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展。 只要保持这样的心态,那么好运气就不会离开。 七,月份生肖属猪的人,感情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生肖属猪的人在感情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姿态,总是等待着他人向自己靠近,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内心的声音。 那么如今,生肖属猪的朋友,就可以站在爱情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地释放自己的魅力,扩大社交圈,去认识更多优秀的人。 不仅桃花纷纷扎堆出现,也有望于,命中注定的缘分一见钟情,收获到心心念念的爱情。 二,生肖羊。生肖属羊的人,七月一道,急性高照。 他们有很好的贵人员,做什么事情都特别地顺利,让周围的朋友都羡慕不已。 生肖属羊的人灵感十足,工作中总是能想到很多的方法,能够在业绩上有很好的表现。 另外在工作中还是要小心,容易发生变化的事情,多一分准备,以免发生意外。 七月一道,生肖属羊的朋友,将过往的不顺一一消除,经商的人裁员滚滚来。 遇到的事情,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多思考,眼光往长远看,经历不断摸爬滚打,定会让生活和事业注入新的生机。 他们的胆量增强,可以大展拳脚,生活上跃入新的台阶,未来赚到更多的钱。 七月一道,生肖属羊的人,事业将上一个新的台阶,他们一致认为事业。 是必胜地追求目标,他们会竭尽全力地向前冲刺,但是却发现目标总是会遥远。 那些如今生肖属羊的朋友,能够在职场上平步轻云,不仅工作效率极大的提升, 也能够被领导予以重任,实现自己的才能,成为身边人的学习的榜样, 也会有升职的机会,推动事业向前迈进。 三,生肖猴。 生肖属猴的朋友七月一道,财运亨通,运势冲天, 中大奖,发横财,打富特富。 在生意上会有贵人鼎力相助,不但能够合伙赚钱,生意上更是蒸蒸日上, 轻松就能获得大量的财富。 婚姻感情方面也是极为顺利, 一性缘很旺,并且多为助财的贵人。 那在七月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天财运一定是最旺的一个。 他们能评级买彩票中到大奖,赚到了大笔的财富。 四是生肖狗。 生肖属狗的朋友财思敏捷,敢于创新。 七月一道,财运亨通,运势冲天。 中大奖发横财,打富特富。 他们赚钱的机会增多。 只要奋发图强,就能收获多多钱财滚滚来。 好运连连,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安逸。 注定家门兴旺发达。 人人都羡慕生肖属狗的朋友。 他们智商情商都很高。 做事也比较低调。 能够抓住细节。 克服阻碍。 能够轻松地赚到大钱。 那在七月,生肖属狗的朋友。 可以买几张彩票。 小事下手气。 中奖率可能会非常高。 五,生肖虎。 聪慧机领。 为人圆滑。 贵人遍地。 得到薄乐的赏识。 事业蒸蒸日上。 他们才高八斗。 七月一到。 财富翻倍。 顺风顺水。 带袭天降。 横财不断。 财运翻天。 急心加持。 事业突飞猛进。 前途无量。 财通八达。 七月横财傍身。 大富特富。 他们的运势是红红火火。 有财神降临。 甲中横财一堆堆。 喜事一桩桩。 口袋满满都是钞票。 心情大好。 同时, 他们命中还有福星入命。 万事都能大吉大利。 事业也发展得一帆风顺。 在上一个新台阶。 基本上没有大风大浪出现。 运势不错。 总之, 如果每项事情 都能够格外地尽心尽力。 就有望正财横财。 一起闲于大翻身便富翁。 六, 生肖蛇年出生的人。 性格温和聪明。 做事认真。 才华横溢。 但却运势平平。 不过这种状态 不会持续太久。 鼠蛇人命宫中应有滑盖。 唐福三台三大吉星为其加持。 恭喜他们七月喜银狗使运政财望。 横财多桃花艳天贵子。 同时得菩萨重点关照。 已婚的鼠蛇人观音送贵子。 喜事连连。 生肖蛇的朋友。 你们有助敏锐的洞察力。 和极高的智慧。 无论面对何种挑战。 你们都会找到 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七月一到。 你们的财运即将发生巨大变化。 天系极星光芒四射。 伴助喜悦悄然而至。 有望通过人脉迎来前脉。 随助宝贵资源增多。 身边围绕住。 有利可图的专案属蛇朋友。 事业运势提升明显。 成就卓越。 在这个夏天里。 你们的收入。 将实现惊人的增长。 性格低调不惹事。 发展接连顺利。 今年逆袭翻身的四个生肖。 在生活的舞台上。 总有那么一些生肖。 他们性格低调。 不轻易惹事。 默默付出。 静静等待。 而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 他们贫瘠住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迎来了接连的发展顺利。 最终实现了。 逆袭翻身的壮举一生。 萧牛的人一直以来。 都是他是肯干的代名词。 他们性格沉稳不张扬。 总是默默的。 在自己的岗位上耕耘。 今年生肖牛的人迎来了。 事业上的大发展。 他们贫瘠住过人的毅力和耐心。 克服了种种困难。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无论是职场晋升还是创业成功。 他们都展现出了。 非凡的实力和魅力。 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得到了。 周围人的认可和尊重。 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美好。 二、生肖兔的人温柔善良。 心思细腻。 他们性格低调。 不喜欢张扬。 总是以和为贵。 避免纷争。 今年生肖兔的人。 迎来了生活中的转机。 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 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 他们的善良和真诚赢得了。 周围人的信任和支持。 为他们的事业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祸。 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 三、生肖蛇的人聪明极致。 善于思考。 他们性格内敛。 不善于表达。 但内心充满了热情和激情。 今年生肖蛇的人。 迎来了事业上的巅峰时刻。 他们评级住过人的智慧和才干。 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他们的思维敏捷。 能够迅速应对各种复杂情况。 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他们长期努力和积累的结果。 他们的逆袭翻身。 让周围人刮目相看。 生肖蛇的人温顺善良。 富有同情心。 他们性格低调。 不喜欢争斗。 总是以和为贵。 今年生肖蛇的人。 迎来了生活中的好运。 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们的善良和真诚赢得了。 周围人的喜爱和尊重。 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好运和机会。 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祸。 生活也变得更加幸福和美满。 2024年是甲晨青龙年。 龙是十二生肖中的吉祥之首。 代表着权力、贵气和繁荣。 龙年对于很多生肖来说。 都是一个好运的年份。 尤其是有些生肖。 更加受到龙年的庇佑。 他们在事业、财运、感情和健康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提升和转机。 那么这些幸运的生肖有哪些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属猪人。 在2024年的运势。 依然非常旺盛。 有很多吉星眷顾。 尤其在事业方面表现出色。 特别是从事艺术。 或者设计领域的朋友。 作品将会得到外界的认可。 也能够卖出较高的价格。 在职场上属诸人有机会。 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 与同事相处也会很和睦。 感情方面。 长期单身的朋友。 也终于迎来了真爱。 可以享受一段甜蜜的恋情。 已婚或者恋爱中的朋友。 会感受到对方的温柔和体贴。 彼此之间的默契。 和信任也会增加。 然而在2024年。 属诸人还是需要多注意健康问题。 要注意饮食。 和睡眠的规律性和品质。 避免避免因为胃肠或者心脏等问题。 而影响了自己的运势。 总之,在2024年龙年里。 属诸人是最望最顺的生肖之一。 可以期待一年的顺利和幸福。 但也不要忘记保持谦虚和低调的态度。 不要招惹是非或者得罪他人。 第二,属诸人在2024年的运势也非常不错。 有很多集星相助。 尤其在财运方面表现突出。 特别是从事金融或者投资领域的朋友。 有可能获得意外之财或者大笔收入。 在职场上,属诸人也会有很多机会。 展示自己的才能和能力。 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赞赏和信任。 感情方面。 单身的朋友有可能遇到自己心仪已久的物件。 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相信对方会有所回应。 已婚或者恋爱中的朋友。 会感受到对方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也会更加顺畅。 属诸人在2024年还要注意。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执和冲突。 尤其是与长辈或者上司之间的关系。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自负而得罪他人。 总而言之。 在2024年龙年里。 属鸡人是最旺最顺的生肖之一。 可以期待一年的转机和好运。 但也不要忘记保持正直和诚实的品格。 不要因为贪婪或者虚荣。 而做出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第三,属狗人在2024年的运势。 也非常不错。 有很多集星相助。 尤其在财运方面表现出色。 特别是从事金融。 或者投资领域的朋友。 有可能获得意外之财。 或者大笔收入。 在职场上。 属狗人也会有很多机会。 展示自己的才能和能力。 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赞赏和信任。 感情方面。 单身的朋友有可能遇到。 自己心仪已久的物件。 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相信对方会有所回应。 已婚或者恋爱中的朋友。 也会感受到对方。 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也会更加顺畅。 属狗人在2024年。 还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健康和体型。 不要因为贪吃或者懒惰。 而导致身体出现问题。 尤其要注意。 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压力。 避免因为焦虑或者抑郁。 而影响了自己的运势。 总之,在2024年龙年里。 属狗人是最旺最顺的生肖之一。 可以期待一年的收获和满足。 但也不要忘记保持正直和诚实的品格。 不要因为贪心或者冒险。 而失去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第四属人在2024年。 龙年里也是一个幸运儿。 因为龙与属为三合关系。 这也代表助鼠人。 在2024年的运势非常好。 之前一直没有突破的事业。 或者学业。 在这一年里都会有很大的进展和成就。 特别是从事科技或者创新领域的朋友。 有可能发明或者创造出一些令人惊叹的作品。 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感情方面。 属属人也会有很多机会。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拓展自己的人际圈子。 已婚或者恋爱中的朋友。 会感受到对方。 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也会更加顺畅。 属人在2024年还要注意。 保持自己的安全和稳定。 不要因为冲动或者好奇。 而涉足一些危险。 或者不合法的事情。 尤其要注意防范小人。 或者竞争对手的暗算或者诽谤。 不要轻信他人的谎言或者诱惑。 总之,在2024年龙年里。 属人是最望最顺的生效之一。 可以期待一年的成功和快乐。 但也不要忘记保持谨慎。 和节制的态度。 不要因为贪心或者冒险。 而失去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